电影《消失的子弹》讲述一家神秘的冰工厂内 一枚取人性命于无形的幽灵子弹引发了最轰动的惊天奇案 电影中有讲过冰子弹是凶手可能行凶的手法之一 不过结果并是不如此 一起来了看看吧 这种冰子弹不是游戏里会让别人减速的寒冰射击 中弹的人会流血 会有贯穿伤等枪伤应有的效果 杀手在远处使用冰弹狙击 目标中弹后导得死亡 身体的余温将冰制的子弹融化 将仅有的证据销毁 一般来说 子弹的弹头可以保留许多凶手的信息 例如枪的型号 购买渠道等 但若子弹融化 来调查的警察 虽然知道被害人是中枪身亡 可惜却没有子弹 即使可以推断出子弹射出的方位 杀手也早已不见了身影 冰子弹能制作吗 枪类子弹的弹头一般是用铅或铅合金做成 弹头打入人体后会分散 加大窗口面积 造成中弹人的二次伤害 如果枪伤没有经过仔细的处理 人体中会残留许多细微的弹头残片导致重金属中毒 随住科技的发展 钢签合金 铜签合金等其他合金也都陆续成为弹头的制作材料 一般来说 有三种不留痕迹的材料可能可以用来制作冰蛋 纯净水 二氧化碳 氮气 这三种原料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随处都是 无色无味 不会留下特殊的痕迹 如果是某种特殊的化学品 即使是溶解的 也会残留蛛丝马迹 氮气的化学是为N2 大气总量中约占78 12% 貌似是不错的选择 可是它要在标准大气压下冷却至零下195 8度才会变成没有颜色的液体 只有气温继续降低 氮气才会有成为固体的 可能 由于条件过分的严苛 氮子氮气基本上就不会被考虑用来制作子弹 相信你不会为了得到一颗氮子弹而去搬弄上冯重的仪器 最后子弹还没来得及用就融化了 从这一点看来 有水和二氧化碳制冰就显得更合理一些 纯净水在低于零度的正常大气环境下开始结冰 一般家用的冰箱都可以制得 二氧化碳在正常大气压强下降温至零下78 五度形成固体 俗称潜冰 潜冰吸热后直接升华 不会经过液化过程 潜冰也可以通过潜冰机制得 现在普及率很高 二者可以通过导模制成子弹头的形状 只要将其押入填充了火药的弹壳中 一颗杀人不见血的凶器便可制得 冰子弹能打得出去吗 虽然子弹是制成了 我们还需要确定冰子弹是可以发射的 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冰和潜冰的冲击性能与温度 是否可以满足作为子弹的基本条件 子弹发射的原理是枪弹受到激发 以火引爆火药产生高压气体 迫使弹丸射出枪弹 瞬间由化学能转化为机械能 动能 这个能量转换的过程 称为发射 现代火药燃烧后转化成的气体 容积骤然增加几百倍至几千倍 一般最大糖压可达到1200至3000千克每平方厘米以上 平均糖压也有400至500千克每平方厘米 冲击性能是指物体承受以较高的速度施加在其上的冲击的能力 其中包含了硬力和形变等因素 因此 冰子弹必须要承担高强度的冲击 不然 枪管里射出来的将会是一摊冰渣 关于子弹形状的冰具体可以承受多少的压强 冲击性能如何 我不得而知 但是一颗金属显然不会被摔碎 而冰块只要往地上一扔 就会四分五裂 在发射温度方面 就必须要介绍一下子弹所用的火药 无烟火药分为单机 双机和三机火药 单机火药之主成分为消化纤维 NC 双机火药之主成分为消化纤维和消化甘油 NG 三机火药则含消化纤维 消化甘油和消机瓜 常用小型武器所用子弹之发射火药 皆为单机火药或双机火药 无烟火药中也常含有二消机甲板 DNT 在美国和加拿大地区无烟火药是钢管炸弹的主爆药 一般的子弹使用的为单机火药 发射食堂内温度可达2500至3500度 整个发射持续时间只有1-60毫秒 由于时间极短 因此温度貌似对于冰子弹的影响不大 但是连续的发射也会使枪塘的温度升高 最高可以到达300至500摄氏度 还没有发射的子弹可能就会因此浪费了 就算打出去 这子弹能干什么用 从上面几点来看 冰子弹就算能装到枪旁里 也基本打不出来 那么就算是子弹可以正常激发 它可以把人杀死吗 根据牛顿第一定律 物体的质量越大 惯性就越大 子弹从枪口中射出 即使有强大的推动力 质量过轻 速度也会被空气的阻力等因素所影响 伤害就更无从弹起了 打个很简单的地方 我站在5米开外 拿100美元的纸币揉成一团 向你砸过来 你可能还没我胳膊疼呢 但是 如果我拿一块钱人民币硬币用同样的力道站在5米外砸你 也许你就会头破血流了 同样的道理 质量过小的子弹的射程 精确度和破坏力都不及质量大的子弹 因此 选择金属核心作为弹头的原因就是为了在同样的体积下增加子弹的重量 钳的密度是11 34克每立方厘米 质软 适合用于压制成弹头且降低榴弹形成的几率 而钳的密度是0 9克每立方厘米 钳钳的密度则是1 5克每立方厘米 很显然 用钳做成的子弹达到正常子弹的质量 体积要比正常子弹大12 6倍 前兵同等条件也要比正常子弹大7 是6倍 除非你有更大的枪或者炮可以发射如此巨型的子弹 说实话 要是真是那么麻烦的话 还真不如去找一块兵哥的从楼上扔下去砸它算了 说了那么多 最后看来用兵作为子弹头的命题是不靠谱的 现代枪类子弹一般都是用铅或铅合金做成 这类弹头打入人体会造成创伤并留下痕迹 不过我们在一些科幻电影中会见到一种特殊的子弹 冰子弹 它杀人于无形 击中人体后会溶解并不留痕迹 那么这种用兵做的子弹真的可以这样吗 一般来说 子弹的弹头可以保留许多凶手的信息 比如枪的型号 购买渠道等 但若子弹融化 来调查的警察可就犯难了 所以一些杀手在远处就会使用冰蛋狙击 目标中弹后倒的死亡 身体的余温将冰制的子弹融化 将仅有的证据销毁 冰子弹能制作吗 一般来说 有三种不留痕迹的材料可能可以用来制作冰子弹 纯净水 二氧化碳 氮气 这三种原料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随处都是 无色无味 不会留下特殊的痕迹 如果是某种特殊的化学品 即使是溶解了 也会残留蛛丝马迹 氮气的化学是VN2 大气总量中约占78% 12% 貌似是不错的选择 可是它要在标准大气压下冷却至零下195 8度才会变成没有颜色的液体 只有气温继续降低 氮气才会有成为固体的可能 由于条件过分的严苛 冰子氮气基本上就不会被考虑用来制作子弹 相信你不会为了得到一颗冰子弹而去搬弄上冯重的仪器 最后子弹还没来得及用就融化了 从这一点看来 油水和二氧化碳制冰就显得更合理一些 纯净水在低于零度的正常大气环境下开始结冰 一般家用的冰箱都可以制得 二氧化碳在正常大气压强下降温至零下78% 不过形成固体 俗称钳钳 钳钳吸热后直接升华 不会经过液化过程 钳钳也可以通过钳钳机制得 现在普及率很高 二者可以通过导膜制成子弹头的形状 只要将其加入填充了火药的弹壳中 一颗杀人不见血的